大家好 我是陳怡婷營養師 那主要目前是在醫院當作的臨床營養師 那莊場是三高慢性病減中減脂還有引髮組等照護 那也有經營自媒體最近有出了一本書 叫做懸食營養師的一日三餐檢糖餐盤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喔 那今天要來介紹一下 骨質疏鬆跟脊掃症的飲食要怎麼注意呢 其實比較常聽到就是老年症候群有骨質疏鬆跟脊掃症 那其實他們是合併出現的 像我們骨質疏鬆就是骨密度減少嘛 然後脊掃症就是肌肉量啊肌力不足 那我們健康的肌肉才可以支撐我們的骨骼 預防骨質疏鬆然後預防骨折跟預防跌倒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是相互併存的 所以年輕人現在都要趁早注意 因為我們骨骼跟肌肉在我們的30歲 其實達到高峰逐年下降 所以年輕人也要特別的注意 而且現在年輕或是上班族群 有一些是久坐沒有運動習慣的人 然後還有像飲食不均啊 蓋質缺乏的人 其實他們都要特別注意骨質疏鬆跟脊掃症的風險 還有一些長吸菸飲酒的人也要特別注意 脊掃症的話有一些徵兆大家可以 就是簡單的判斷就是 第一個就是你可能你毛巾或是你停幹你不開 或者是容易跌倒 或者是你可能一整天沒有體力啊 精神不計等等的 如果你覺得自己有肌少症的風險的話 會建議去嘉義科或是老年醫學科去掛個門診 就是醫師會再進一步的判斷 有時候大家要特別注意 因為現在外食足比例蠻高的 那第一個就是高鹽高鈉的食物 因為如果你吃過多的鹽分啊 因為我們腎臟排泄鹽分的時候會排泄一點鈣質 所以也會增加鈣質的流失 那高鹽的食物像是醃漬物加工的一些食品 還有湯品調味料大家要特別的注意 那再來就是一些高糖的食物 像是精緻糖的食物 因為精緻糖的食物吃多的話會增加我們身體的慢性發炎 其實慢性發炎對我們的骨骼啊 或者是肌肉都會有影響 那其實很多慢性病跟我們吃太多糖分的食物也有關係 像是飲料、蛋糕、餅乾、甜食要特別的注意 那再來就是一些高鈴的食物 像是碳酸飲料它含比較多的 磷酸鹽也會抑制鈣質的吸收 還有一些加工品要特別的注意 那最後一個就是大家會想到影響鈣質吸收的就是咖啡因 像是咖啡跟濃茶呢 喝過多的話也會影響我們鈣質的吸收 而且我們國民營養調查其實有顯示 有9成的人鈣質是攝取不足的 像是乳製品那些我們其實是喝的蠻少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咖啡因的部分呢會建議就是一天要小於300毫克 那如果像是每次咖啡的話 就是大概一兩杯兩杯以上的話可能會超過 那大家如果不知道咖啡因多少的話 其實現在市售的產品啊上面都會標示 就是綠色黃色跟紅色咖啡因是多少 或者是我們買茶飲的時候後面有包裝寫咖啡因 就是100CC有幾毫克的咖啡因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看一下他們的標示 現在都標示蠻清楚的 然後預防骨質酥霜跟肌草症的話 第一個就是補充鈣質 那鈣質的話建議就是一天的話成能是1000毫克 那像是乳製品啊或者是小魚缸蝦米 深綠色的蔬菜 堅果類像是黑芝麻這些鈣質比較豐富 那第二個就是維生素D 維生素D的話呢像是日曬曬太陽 或者是一些菇類 還有像是Omega3比較高的魚類像是秋刀魚啊或者是鮭魚這一類的 還有一些蛋類跟額外添加強化的乳製品 強化維生素D的乳製品跟骨類 那再來就是優質的蛋白質很重要 優質的蛋白質像是豆製品 魚肉海鮮蛋啊瘦肉這些要吃的足量 那還要記得就是飲食中要就是要注意 避免高鹽高糖跟高齡的食物 剛剛前面提到的會引氧鈣質的吸收 最後呢還是要以均衡飲食為主 因為均衡飲食為主呢 攝取六大類食物 然後再補充一些鈣質、維生素D跟優質蛋白質 這才是一個健康的飲食型態 才可以預防骨質疏充跟預防肌曉症 第一個就是均衡飲食嘛 那有特別剛剛有說 鈣質、維生素D跟蛋白質特別的重要 那第二個就是規律的運動 那運動呢會建議就是負重 就是重量訓練 像是橘牙鈴、槓鈴或者是深蹲 有研究顯示 重量訓練呢比較有效果 就是預防骨質疏充跟脊曉症的風險 那再來呢 戒菸戒酒 還有就是良好的生活作息 跟睡眠充足也非常的重要 主要預防骨質疏充呢 會建議就是趁早預防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 30歲之後呢 骨質會下降 那如果你肌肉量減少的話 其實我們補充呢 優質的蛋白質、鈣質跟維生素D呢 它其實可以 逆轉肌少症的 所以從飲食之中 很重要以外呢 我們也要搭配規律的運動 然後以負重運動呢 是比較有效果的 那我最近有出了一本書 叫做 營養師的一日三餐減糖餐盤 那主要呢 空糖、穩糖 然後維持體態的書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看看喔 裡面不會教大家 健身的計算方式 都是用一種 比較簡單的方式跟大家做分享